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保护俄罗斯的安全 但此类武器并非常规手段 因此俄军大规模接装战机以及战舰等现代化武器 有利于在常规情况下 对美军发起反制 从而维护自身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 定于今年小规模列装的俄第五代隐身战机苏57 却未出现在俄总统普京所说的清单中引人关注 有一部分声音认为 这是由于苏到57战机 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完善 因此其入役的时间将会推迟 但更有可能的是 普京并未把小规模实验性的列装算入俄军正式服役的装备 因此苏到57自然不会出现在这份清单中 点击查看 军人上任当阵长遭下马威 愤怒的他开始用狠手段 争执这群老狐狸 而美眉的说法则显得阴谋化 其认为俄总统普京之所以不曝光苏到57战机的列装实则在玩 马天过海的计谋 这是为了让美军上当 从而在战略上出现误判 而美军内部声音 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 美眉还公开对中国发声 表示在隐身战机 以及海军舰艇的研发生产上 俄罗斯目前可能会借助于中国的帮助 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上 领先于俄罗斯 因此其认为这些先进技术中国不应提